哇 森林里发现了动物王国 这个是国王 斯鲁巴 这里还有一只小海豹 走 阿利亚十周年 带你去森林神殿 这么多动物聚集在这里 他们在干嘛 欢迎你们来到 阿利亚王国 森林神殿 我是这里的国王 斯鲁巴 我们可以住在这里吗 我才不要呢 它这里这么小 怎么住 我没有问题 可以住在那个树枝上 开什么玩笑 我这里面大得很 我的城堡隐藏十大机关 不仅有滑锁 而且还有升降机 上下楼特别的方位 下去的速度特别快 并且我还准备了一个爬爬梯 夏利斯 你快下来 你太重了 我这里还有大瀑布滑道 可以让你们感受到 什么叫做飞流直下三千尺 这里还有一个秘密洞窟 小家伙们都可以藏在后面 当然了 想要住在我的森林神殿里面 得拿出你们的真本领 否则 我才不收留你们呢 我先来 我先来 我是一只水塔 名的叫做路达 我的身体特别的灵活 我会游泳 两栖作战 团队合作 是我的特殊能力 你呢 今后就住在这里 不过你要小心一些 这里有个陷阱 一不小心你就会跌下去 该我了 该我了 我是鹰鹉 叫做埃迪 看不看见我这个大尸房 我的技能是剪刀 专门克制水塔 我可以模仿你的身影 陪你聊天 脑子里都是智慧 我是刺猬 哈迪 我的身体可以决策成一个球形 我有五千根刺 还有特殊的唾液 太酷了 这个速度就不错 我要住这里 哇 还有这么多动物 这是大象 埃尔法 体型这么大 来 试炉的电梯 呦 这么可爱的三角龙 你就负责神殿的安保工作吧 阿里亚的搬海豹 还是漂浮版的 你也住大二楼 改天给你弄泳池 看来大家都是神怀决技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我就允许了 你们都可以住在 我的森林神殿里边 哇 生活好惬意 这里还有一个用来休息的树洞 喜欢的话 你们可以随时过去休息 老板 再给我来一套阿里亚王国的玩具 打包全部带走 送给我的小侄子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